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在上个世纪末 台湾男人的爱情 开始多出了一个选项 当时叫做外籍新娘 这是个用金钱换来的夫妻关系 当然也有在异国相恋 布上红毯的家偶 只是将未来堵在他乡的女性 一定是孤独面对家庭文化上的冲突 一旦压力无法顺利排解 可能就会引发难以想象的惨剧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哪一天 新竹农夫选亲 赴中国取回美娇娘 抗拒苦闷农村 偷吃外遇被抓包 丈夫连续中毒险死 经见杀夫日记 婆婆口吐白沫身亡 竟得开关验尸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文小娟毒杀婆家案 时间回到2009年6月17日 在新竹县宝山乡一处纯仆农村 传出惊人的杀夫案 一名老实的农夫沈春炉 短短一个月内命为送医了两次 被诊断出是胺基甲酸盐 也就是农药中毒 从鬼门关回来后 发现室友习窍 居然是家里的美丽娇妻 吓得毒手 戴着安全帽 用衣服遮着脸 不敢面对镜头的女子 就是涉嫌毒死自己丈夫的嫌犯 我本来我对她很好 你有爱她 什么都尊重她 农药在家有 让你觉得她有一些怪异的举动 问题 没有 都完全没有 这是我联系两个月住院 住两次才怀疑 你会原谅她吗 她这次会做这种事情 不可能原谅 可能就是农药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整个粉丝都是农药 警方拿出家属在仓库内 找到的剧毒农药袋上门逮人 文姓嫌犯两腿发软 当场俯首认罪 而警方也将她移送法办 终于真相大白 丈夫眼中的泪水多况而出 不敢相信自己宠爱的妻子 竟然为了财产想杀了她 开始她先生 以为是喷洒这个 这个杀草剂 撞毒 后来这个就医以后 检查到结果发现不是 这个除草剂 所以她是报警的 所以大家对她意义上都还不错 都还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不知道她有这种心态 不知道的 涉嫌毒夫的妻子叫文小娟 36岁 来自中国的海南特区 1997年就嫁来台湾 将近13年的夫妻情竟如此变调 而且最惊人的是 5年前婆婆的死亡 居然也是惨遭 媳妇毒手 从医生宣告瞳孔放大到急救回来 整整昏迷了五天 沈串如说自己真的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 师傅是老天爷要他不能死 要替自己也替死去的妈妈 找出无故中毒的真相 她承认以后立刻遭到收押 而当初毒杀婆婆 检方还要开关验尸 只是真的是毒死 怎么会验尸 说是心脏衰竭而死亡呢 年龄嘛 年龄是考虑重要因素 对 然后她家属的这个 他们的意见 医院就会开诊断证明 我们就根据医院的诊断证明 她是来开她的死亡证明 虽然说婆媳不合 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 但有必要到下毒连续杀人吗 这个家庭究竟有怎么样的怨恨 恐怕得有两个人的婚姻 开始说起 民国86年 那时候已经36岁的沈串如 透过婚姻证件 花了20万到中国海南选亲 当时第一眼就看上 妻子出众的文小娟 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串如 或许是被年轻又美丽的外表 给冲昏了头 夫妻量相差了13岁 却没有想到 这个远嫁台湾的中国媳妇 却是她这一生噩梦的开始 文心女子高中毕业 父亲是大陆的小学教师 叫到台湾原本要享福 没想到是嫁到辛苦耕作的农家 从此婆媳不合 她又在外面交男朋友被抓奸 夫妻感情降到冰点 单调又苦闷的农村生活 让文小娟非常的不能适应 夫妻量不是吵架 就是一天几乎说不上十句话 千万你不要告 恨在心里 恨在 恨在心里 原本是和乐的一家人 双方对彼此的期待不一样 造成家庭悲剧 如今已经无法挽回了 此时警方逮捕文小娟后 在她的房间搜出了一本日记 里头竟然写满了对沈家的怨恨 因为她觉得 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尤其是丈夫沈春儒 更是她一辈子诅咒的对象 本次的第一页 就使用极端的字眼 写满对丈夫的恨意 说罪毒是妇人心 但是是被逼的 两年前的笔记就写了 我要用各种方法去报复你们 等身份证一拿到手 我决定和她一刀两断 可是我现在必须忍 显然文姓女子早在两年前就萌生杀夫的念头 夫家被她形容为白天看不到一个人 晚上看到的都是鬼的地方 直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记录了大陆人继承台湾土地资产的限制 和台湾丈夫十年的婚姻 却是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恨意 字里行间用词极端 令人看了也不寒而栗 温小娟的口气有多怨恨呢 这里截录部分的日记内文 像是身份证一拿到手就决定一刀两断 和这种人在一起太累了 病奄奄 全身难闻 香巴佬 太脏 很少洗澡 晚上睡假磨牙 你夺走我的自由 幸福 青春美丽 我恨你 明知我不爱你 不松手何苦 现在唯一办法 就是你赶快死 去投胎 只有没想到 她真的开始进行杀夫计划 你们两个感觉都不好 不说真的好 我们学生住一间 我们不跟两个小孩住一间 三婆或是我们两个小孩 走到这边去拿手 一家一天说五十五岁 问她淹淹淹淹淹 同时就大小孩在化妊 就这样生活了十三年 但沈春美万万没想到 同床异梦下 自己的老婆竟然藏着一颗恶毒的心 早就在盘算毒杀丈夫的计划 我们整片中抄几个小孩 抄几个小孩在抄到 抄几个小孩 抄几个小孩 用抄的小孩 抄几个小孩 你看到抄小孩 要去挽 这要去挽 找几个小孩 找不到 去年的3月16号 文小娟为了零用钱 和丈夫大吵一架 没想到就在早餐的菜包中 餐了农药 似乎就是要沈春美的命 早上吃那个没到 中午吃那个才到 我吃的时候 吃下去马上去开怪手 开门几步都晕倒 这一次沈春美没有被毒死 急救后捡回命 但对于怎么会中毒的 也没有去在意 说那些还没死 我跟妈妈说爸爸还没死 对我跟妈妈说爸爸不行死 他会照顾我了 不减 事隔不到一个月 在4月14号狡猾的文小娟 又户记从事 在早餐的山明寺中动了手脚 不过这一次差一点就真的 让沈春炉回不了家 油一定送到渐渐 到我的家的油已经复合了 是不是一头的 政府那些没从事不敢吃 就复合油的真金 连两次中毒送医 化验结果都是吃到农药家饱符 但令人起的是 沈春炉家 没人再用这款农药 不可能是不胜西路 而且剂量也偏高 家属于是对丈夫不忠的文小娟 开始起了疑心 沈春炉大哥在文小娟的储藏柜 被里面找到和沈春炉中毒 相吻合的农药 并且不动声色的报警收正 直到警方在文小娟的房间里面 找到一本杀夫的笔记 这起害人听闻的杀夫计划 才曝了光 毒杀丈夫只是中国媳妇文小娟 完美毒杀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家属和警方高度的怀疑 六年前高零八二三岁婆婆 沈李勤妹的死也跟她有关 沈李勤妹是在五年前的某天 沈春炉下午五点半工作结束回家 准备叫妈妈起床吃饭 正在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而在这一个小时前 她还有跟孙子在玩耍 怎么突然就嘴巴张开死在床上 而且最诡异的是 上衣跟枕头都湿透了 上衣有不破 嘴有不破 那时候国台尖严国台尖严国台尖严 心脏衰竭死亡 我们自己也没有怀疑 到那天晚上第二天 要进冠的时候 我母亲都很欲 嘴有不破 那晚上六点我骗人 到晚上都骗人 有声音 乘丁就声音说我死了 我母亲不是 我说要开关人死了 就时间才说 说死了 只说死了 死了 我都没开关才不可以 全部都要开关了 过急媳妇文小娟 这时才坦承在93年的3月14号中午 他又把农药 摻在婆婆吃的补品中 原本只想让婆婆生病 没想到晚间 婆婆就出现了身体不适 送医后死亡 毒妇案爆发后半个月 为了厘清婆婆的死因 警察官开关解剖验尸 传统习俗上 当然是对死者大不敬 而在科学见识中 却也是个难题 因为死者下葬 已经将近六年了 还能验出什么东西呢 不料一打开棺木 竟让人寒毛直树 由于案情太过骇人听闻 检警未求真相 上午前往墓地 开关验尸 法医开关一看不由的大吃一惊 死者已经埋葬五年多 竟然有八成都没有腐化 到底是不是有寒冤 还是说他的尸骨未寒 或者是说我们客家人讲的 他的龙门真的没有开好 还是怎么样 今天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样 迎着大太阳 法师在坟墓前做法事 家属在一旁双手核实 检察官在尸体上采证 要理清婆婆的死因 是不是媳妇下的毒 所以今天就进行那个 鉴定跟解剖的程序 那刚刚开关的结果就是 被害人的大体 大致上保持的还满完整的 或许是命名中天注定 原本担心下涨了六年 只剩下白骨 但开关之后才赫兰发现 神老太太的遗体 竟然呈现运失的状态 没有腐烂 等我完整的当后 里面的装潢都死了 舍不得 奶奶已经过世那么久了 然后又遇到这种事情 要开关宴室 大家心情都很不好 希望验得出来 让他神智遗法 认了 他自己有承认了 现在就是检察官的部分是要 会同法医来开关验室 验出有毒物反应 才能跟他定罪 大臣没有腐化的尸骨 民间盛传是含冤未能昭雪 现在就等检察官从尸骨上 采集毛发进行化验 看是否还有毒物残留 为老妇人插明真相 来说我不是大人 不认识我 我暗时幻想他不认识 他都不认识了 在这当时 要叫人家老爷家老公 老爷家老母不住在里面 钓那些八卦老下 两个老下没在里面 都没回来 两个老下 他三点没回来 他又不登里面 要被他拿掉了 种种迹象显示 文小娟真的杀了婆婆 而且还是沈春炉告诉她 挂在公僚墙上的那一包万灵粉 无色无味狠毒 一点点就致人于死 千万不要碰 但后来还是不翼而飞 而且文小娟也坦诚 有拿那包粉来下毒 但变成只是要让婆婆 肚子痛而已 涉嫌在食品当中添加农药 毒害婆婆以及丈夫的部分 三次杀人未遂 这个市政明确 已经依法提起公诉 并具体求处8到12年不等的图形 信上写着 我是妈妈妈妈妈好想你们 希望你们能来看我一下 这是涉嫌下毒杀死婆婆 又两度在丈夫食物下毒的 大陆籍文姓女子 写给丈夫小孩的信 自理之间充满悔意 现在她被具体求刑30年 不过她丈夫却无法再原谅她 很多事情我们都原谅她 这次知道她犯了很大的错误了 我们没办法原谅再原谅她 反正说了已经太 现在她妈妈不在的时候 小孩子两个小孩子很开心 即使文姓女子苦苦哀求不要离婚 不过沈欣男子态度坚决 不再心软 而小孩也因为下毒事件 心里产生严重疑恋 女儿想回来要喝水还是什么 看出当然有东西说 爸爸可不可以吃 我说可以 她为什么这么闻 我说你干嘛不敢吃 然后妈妈会下毒 小孩子看到都死掉 小孩子看到了结婚状 都死掉 现在家中已经看不到任何文姓女子的东西 女子不顾12年的夫妻情缘 狠心对枕边人与婆婆下毒 丈夫说即使她写再多信 都无法抹灭她对这个家造成的伤害 不过起诉后令人意外的是 文小娟在看守所写信 突然透露她已经怀孕了 获得保外代产 还希望丈夫可以为了这个 未出世的孩子着想 让两个人重修就好 但沈春炉早一步向法院诉请离婚 不愿再与她有任何瓜葛 虽然犯下了杀夫 独死婆婆的罪行 但文小娟还是不肯放弃 揪天天写信 甚至用肚子里身负不明的小孩 希望可以换取丈夫的原谅 有没有复合的机会 不可能 有讲这句话 我说不可能 我小孩子不大喜欢她 对她很有敏感 你会不会心软 不可能 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就对她怀念这件事 有点在怀疑 到时候再验看看 沈春炉自己推算 去年四月 夫妻常常有口角争执 分房税 四月十四号 大陆籍配偶文小娟 又在她的早餐内加入农药 让她住院十天 而今年二月中 小孩子出生了 刚好是十个月 时间算一算 夫妻当时不和睦 怎么可能小孩是她的 因此她坚持要验DNA 突然迸出一个孩子 无论是谁都会起 而在那一年的圣诞节隔天 文小娟被新竹地方法院 以两个杀人未遂 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而关键毒杀婆婆的罪行 则因为尸体验不出毒物反应 又无法证明 那包农药就是她拿的 最后因为罪证不足 或判无罪 太轻了 都不要求什么了 反正早点回去 我们早点清楚 早点好啊 妈妈吗 不会 为什么啊 妈妈对我很凶 小孩子的童言童语 听在大人的耳里 是无比的心寒 没有妈妈的日子 竟然还过得比较快乐 因此虽然文小娟 怀有七个多月的身孕 但沈春炉已经决定 不抚养这个还没出生的小孩 未来只要和两个孩子 一起生活就好 我说 反正离婚了 你都要好好的 出来的时候 你小孩子 那小孩子要给你 就目前什么都给你了 我不要了 按照时间到 你就带回去大陆了 就算是你的 你也不要 对了 新竹地院去年12月 判毒杀丈夫 八年有期徒刑 目前保外就医 生下一名女儿的 大陆籍配偶文小娟 在桃园表妹家坐月子 由于小孩要跟母亲 需要丈夫同意 但沈春炉却坚持要验DNA 否则宁愿被罚款 也不签字 30天以内要报嘛 你没有报他 到60天他会跟我强入进去 我就要验DNA他好像 那个他们那里是 他是说 验跟不验是要入户口 我说入户口不用急 和丈夫感情不和就痛下毒手 这起案件因为找不到他 毒杀婆婆的证据 法官一审根据杀夫部分 判刑八年检方不服 觉得判刑太轻再上诉 二审法官改判十年 2010年8月5日 罪告院驳回上诉 维持十年有期徒刑定验 入监五年后 他获得假释出狱 但因为在台预期拘留 超过两千多天 被高检署命令 以驱逐出境取代保护管束 一度被移民署收留 最后应该是带着孩子 遣返大陆了 不可能延绕他 假如今天这种场面是你 你会可能延绕他妈妈 然后妈也毒死的 我也是 还好我命大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只要是婚姻 都有需要磨合的地方 欠缺相识相恋的基础 恐怕得用更大的努力 来让彼此幸福 您认同吗 欢迎有小马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最后让老Z工商实践一下 输压饮品 墨墨水 有输压元素 茶氨酸 还添加GABA 羊柑橘萃取物 低热量 好吸收 能帮助入税 现在输入老Z推荐代码 CTI527 就能获得折扣 上快点购网站 还能有更多优惠哦 请继续支持我们 我是老Z 所以我们下集见 旺旺水层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新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层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层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层水手喷 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